领先三乱年的外星文明与人类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早在三年前人类就通过哈勃望远镜 在太阳系中监测到了一艘失事的外星飞船 直到六个月后 飞船的残骸才陆续降落到地球 有人坚信这一外星科技 可以加速改变人类迈向宇宙的进程 但也有一部分人感到非常困雾 这种掌握了超高科技的外星飞船 为何会在途经太阳系的时候坠舞 这一切似乎并不是偶然 很快这些残骸的碎片 就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一起又一起 人类完全无法理解的超自然事件 先是一个小镇的居民全部离奇消失 紧接着整个小镇的金属 都仿佛受到了某种未知的吸引 开始朝着同一个方向移动 他们很快聚集在一起 搭起了一座比人还要高数倍的金属城墙 从卫星地图上看 这座金属城墙刚好把小镇围了起 警方很快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他们发现这里除了工作人员 整个小镇已经看不见一个居民 根据目前掌握的线索 有一块外星飞船的残骸坠落在了附近 就在两名探员对小镇进行搜查的时候 布莱恩突然在后视镜里 发现了一个形迹可疑的男人 他示意对方马上出来接受调查 经过询问得知这个男人叫瑞克 他说自己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可布莱恩问他是什么事 然而他却说自己想不起来 于是出于安全考虑 费诺拉让两名探员将男人带走 然后他们继续在小镇里进行搜查 可还不等两人走出多远 布莱恩就突然发现 刚才被带走的男人又逃回了小镇 并且还在大肆破坏一辆汽车 两人急忙上前控制住男人 然而费诺拉却惊恐地发现 男人身上有很多血迹 他怀疑两名同事已经遭到了男人的杀害 可男人完全不记得发生了什么 只说自己必须马上去上班 就在布莱恩呼叫支援的时候 他们身后的游艇突然产生了一动 而男人也趁机逃出了两人的视线 他们急忙分开对男人进行围堵 在一番追击之下 费诺拉率先在工厂找到了男人 就在他把这个消息告诉布莱恩时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布莱恩竟然也抓到了这个叫瑞克的男人 而这个男人的衬衣上却没有丝毫血迹 截止到目前 他们一共找到了三个瑞克 他的身体似乎受到了某种能量克服 为了查清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对三个瑞克进行了分开审论 发现这三个瑞克都有不同的人格 第一个瑞克一心只想去上班工作 第二个瑞克则是满脑子的消极情绪 不停抱怨生活的痛苦 第三个瑞克则有些不同 他似乎非常自责 因为他刚失去了最爱的妻子 然而其中两人才审问到一半就突然毕命身亡 那剩下的这个会不会就是本体 可费诺拉却认为不是 因为这三个瑞克都只有一小部分记忆 他们很可能都是真正的瑞克 在接触到残骸后的克隆体 就在这时 布莱恩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有一名调查员查到 小镇金属并不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包围圈 而是一个数学意义上完美的一种 而包围圈的原心正好是瑞克的家 他们穿上十辆防护服进入了瑞克家里 很快两人就发现房顶的位置有一大块破损 而地面还有一个很深的焦黑窟窿 他们沿着楼梯小心翼翼地进入地下室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异常的响度 费诺拉独自到外面进行查看 而布莱恩继续到地下室调查 很快他就在这里发现了外星飞船的残骸 而且附近的地面上还残留着一片血迹 布莱恩猜测应该是残骸掉下来时砸到了瑞克 但残骸是有意识的 这才导致整个小镇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而此时费诺拉也循着声音追到了屋外 竟然又发现了一个躲起来的瑞克 事情似乎变得更加诡异了 布莱恩不敢单地立即沿着血迹一路追查 然而就在他来到一间书房时 布莱恩一脸的惊风未定 他发现残骸对周围的影响越发不受控制 就连十量服务也无法抵挡残骸的力量 很快大批探员就赶到了这里 为了查清瑞克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们开始利用残骸对瑞克进行测试 然而却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收获 就在这时 费诺拉在地下室看见了更多的血迹 他们一路跟着血迹来到车库 可到这里血迹就消失了 他猜测应该是瑞克受了重伤 衣服在他身上的残骸开启了保护功能 不断复制出克隆体 想要瑞克以另一种方法活下去 而随着克隆体的一个个死亡 很可能也意味着瑞克的生命正在逐渐消失 他们急忙赶到金属包围圈 如果瑞克在受伤后开车离开了车库 那么他现在很可能就在自己的车里 布莱恩找到瑞克的车爬了上去 果然真正的瑞克已经晕死在了里面 可任凭他如何呼喊也叫不醒 就在这时 地下室的科学家终于关闭了残骸 围绕整个小镇的金属圈突然失去了磁场的数据 而瑞克也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这才终于结束了小镇的危机 然而更多的外星飞船残骸 还在陆续地从太空降落到地球 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